欢迎收看今天的提关点 中文字丹能量的地震 镇塌了这么一个 17层楼高的社区 在这里头有117人不幸雷难 撕裂了南台湾的大地 这个地震已经建满一个月了 但是人们的心情 以及受伤的土地都还没有复原 除在地震带上的台湾 我们能不能够在一次次的 天灾噩梦当中解剖呢 在灾害损伤复原的循环之下 面对下一场天灾降临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可能 又现在毫无抵抗能力的 恶性循环当中勉强求生呢 现在我们该知道 如果要跟大地和平共存的话 首先得要了解 台湾这片土地的基因 在孩子小学五年级的 自然课本当中 已经告诉我们的孩子了 人类赖已生存的这片土地 有95%的地震发生 都是因为板块移动所造成的 其余的5%则是因为火山活动 或者是地下核爆 地壳塌陷以及陨石撞击来 地球表面是有7大板块 包含了太平洋板块 欧亚板块 北美洲以及南美洲板块 非洲板块 印澳板块 还有南极板块 台湾刚好是处在于 欧亚跟菲律宾海板块的交界处 所以只要一有碰撞 就会有地震 每年在台湾 有感无感的地震 平均有到8000次之多 而让我们更必须要提高警觉的 是因为台湾位处于 太平洋火环带上 这个火环带 其实有90%的地震 都是发生在这里 这个火环带 从南美洲的秘鲁 往北 到了美国西岸 到了阿拉斯加 跨越了白岭海峡之后 往南 到日本海沟 往南延伸到印尼 甚至一路延伸到了 澳洲的东部海岸 而台湾其实就在 这个火环带上 这条火环带 其实总共是有 452座的火山 在这个板块交界之处 地震就变成家常便饭了 在今年除了日本 跟印尼火山 接连喷发之外 连续起起的强震 其实都在暗示着 看不见的地表之下 很不平静 1月24号 阿拉斯加外海 发生规模7.3强震 2月6号凌晨 台湾美农地震 造成严重伤害 2月9号 南美洲的智利外海 出现规模6.3地震 而日本关东 更在2月初 接连发生连环震 2月14号情人节当天 纽西兰也发生了 规模5.7的地震 游泳池的水被震出来 而这一整片峭壁 更被直接震落在海里 2016年开春的连环震 全部发生在 环太平洋火山带上 从南美洲的智利 墨西哥 美国 俄罗斯 日本 甚至我们台湾 都在这个太平洋火环上 专家说地球表面 二十几个主要板块 有好几个板块的交界 就在这个区域 2015年9月中 智利才发生了 规模8.3的强震 当时还发布了 海啸警报 全智利更进入了紧急状态 撤离沿海地区 超过百万人口 智利以大地震闻名 历史上最知名的一次 也是地表上最强的一次 是发生在1960年5月 规模9.5的地震 当时造成了6000人死亡 包括日本小利园 猪岛火山和印尼的 给厄贡火山 最近都频频喷发 显示整个太平洋火环 从2016年开春 就很活跃 担心归担心 但天灾难测 只能互相提醒 要提高解决 多加信息 天日日新闻 最后报道 时间回到2月6号 南台湾地震当时 在凌晨的3点57分 一阵突无其来的天摇地洞 把当时熟税当中 人们都给震醒 吓坏了 根据了中央 气象局的地震 策报中心分析 镇央是在高雄 佐镇 岐山 潮州三条断层之间 专家表述 这三条断层并不活跃 很有可能 强阵的护手 其实是盲断层 盲断层指的是在地底之下 受到了强大挤压 而产生的断层 只是还没有发展到地表上 所以我们看不到 也没有办法确证它的位置 在2010年 高崇甲间规模6.4的地震 或许大家都还有印象 其实当时呢 它就是盲断层所造成的 当时导致有96个人受伤 有5件火灾 倾斜房屋有20多栋 受损的校舍多达了340间 就连远在大陆的福建 香港这些地方呢 都感受到这一起地震的威力 不然比较担心的 其实是根据了地震观测 高崇骑山断层 已经有100年的时间 没有任何的活动了 其实呢 也有近百年时间 这三条断层都没有动过 这都让整个南台湾地底下 笼罩不安的危机 在国内 有地质学家组成一个 台湾模型地震团队 他们推估在未来30年之内 南台湾爆发规模6以上地震的几率 将会是全台之首 不只灾区大楼倒塌 周边的地形也出现变化 台南大内区南保高尔夫球场地面 地震之后产生严重裂痕 加上破裂的水管 形成一条小河 龙起来的地面 大约有两三公尺高 将近是一层楼 和一旁正常的草皮 形成强烈的对比 因为我们台湾其实在欧亚 就是板块 跟这个就是 这个菲律宾板块在这边夹 那因此我们的断层 几乎在台湾到处可见 这边也许 有我们并不知道的盲断层 在这个附近 全台目前有33条已知的活动断层 分为两种 第一类的活动断层 是最近一万年有活动的 第二类则是过去10万年 有活动迹象 台湾未在板块挤压带上 专家直言盲断层几乎无所不在 虽说地震难以预防 不过台湾地震模型团队 利用几率量化的概念 推估出未来30年 全台可能发生的地震区域 其中南台湾爆发规模 6以上地震的几率高达6成 东台湾发生规模 大于7的地震 几率更是全台最高 南台湾断层非常的密集 但是它断层比较短 所以它产生规模7的地震几率 相对没那么高 岛内地震 有些地震是在你的 都会的下方 它有时候直接的影响 是相对的严重的 所以是要比较注意的部分 921大地震的威力 民众记忆犹新 根据国内地质学家推估 未来30年之内 南台湾还有许多断层带 像是骑山断层 潮州断层 百年来都相安五世 累积不少能量 因此爆发规模6以上地震的几率 高达6成 是全台最高 其次要注意的是东台湾 包括花东纵谷断层 中央山脉构造长度 都长达70到80公里 30年之内爆发规模7以上的地震几率 全台最高 专家提醒 台湾仍有不少盲断层 蠢蠢欲动 灾难随时潜伏 得做好万全准备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台湾本来就是因为 欧牙板块 冲绳板块 以及飞兵板块挤压隆起行程的岛屿 所以我们这块土地 原来就带有地震的基因 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我们 因此就必须要去学习 怎么样来跟这块土地和平共存 怎么样来降低天然灾害 可能会带来的损伤 在2月6号 南台湾大地震 震央是在高松 不过却是台南受伤最为惨重 所以这么一场大地震 也让全台湾民众开始知道 什么叫做长指效应 同时也震出了台湾土壤异化的问题 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 每个人都在问 到底我的房子 是不是就在土壤异化浅势区上 土壤异化这四个字 在发生地震之后 常常我们就会在新闻版面上 不断地看到 土壤异化浅势区 这主要分布在充满了 松散细沙 粉土直沙的区域 那么因为排水比较差 所以一旦碰到了强震 受到了挤压水压升高 但又没有办法排出 就会造成土壤硬化 而这会是台湾震惊中心 台北盆地的最大引诱吗 前内政部长李鸿源 他就指出了 如果2月6号 发生在南台湾的地震 是发生在台北的话 恐怕会震倒 超过4000栋以上的房子 就要瘫痪台北了 其实大台北地区 也已经超过300年 没有发生大地震 这蓄积的能量 真的随时都有可能 会被释放出来 在国际上一份风险评估报告 也曾经指出 台北可以算是全球 最脆弱的城市之一 突如其来大地震 让许多民众来不及因应 导致生命财产备受威胁 一场地震导致土壤溢化 房屋下陷 土壤溢化到底有多严重 前内政部长李鸿源 在任内曾请营件署 汇整资料调查发现 台北市土壤溢化区 有华中桥西侧 武昌国中 万华国中周边区域 台北长庚周边 也被列为是中渡异化区 而都渡异化区 包括延平北路七段 涉子岛 石牌派出所以北 士林桥周边 明泉西路站到大桥头 行天空南侧 光华行天地 丹安森林公园北侧 青年公园东侧 信义路四段和南港温局 台北只要有一个六级地震 因为土壤液化 它会扩大成7.3级 光那一个地震 它就会倒掉4000户的房子 台北地区土地的 含水量又高 加上地震摇晃 就很容易产生土壤溢化 会发生什么事呢 实验给你看 一阵水平摇晃之后 箱子里的房子模型 居然歪斜又下陷 这是土壤溢化的实验 而台北棚地 就有这样的潜在危险 英国劳伊兹风险报告指出 全球301个重要城市的灾害承受能力 未来10年之内 台北市如果遇上重大人为 或者天然灾害 损失将会最严重 损失中的4.78%有风灾造成 16.38%起因地震 另外15.77%可能是金融市场波动 而国内研究指出 台北市未来20年之内 发生规模6以上地震的几率 竟然高达9成 有关单位初估 一旦发生规模6.9以上的地震 恐怕会造成台北市 1万2千多栋的房楼倒塌 伤亡人数也将破万 学者与大地工程专家认为 土壤溢化区不能盖建筑物 是错误的观念 只要透过土壤改良 完善排水措施 即便是土壤溢化区 仍然还是可以建屋 好房子如果位于土壤浅市区的高危险群的话 怎么样子去强化它的补强 这个是反而是刻不容缓的部分 那对于新建房子的部分 其实是可以用建筑技术来克服土壤 异化的问题 资深建筑师李仁豪认为 国内建筑法要求建商盖房之前 必须做过地基钻探 以及土壤分析后才能合法建造 基本上从921之后盖的新建物 都得耐得住土壤一化 就怕做得不够 回顾台北市历来的重大天灾 民国89年的921强震 严重灾情让市民至今难以磨灭 来到90年的纳利风灾 造成大台北地区严重淹水 捷运系统几乎瘫痪 不断受到天灾口验的台北市 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在台南震灾之后 现在政府同意公布土壤一化 浅市区的资讯 所以民众你只要上网 去登录一下你家的地址 就可以知道你家所处的位置 是不是在土壤一化区上 但除了知道之外 必须要有更积极的防灾作为 目前算一算 全台湾屋龄超过50年以上的房屋 大概是有59万栋这么多 其实这些房子相对不耐劲 面对了强政的威胁 现在大家都说要来做防灾型的都根 但这除了当成一个口号来喊之外 应该要怎么样进步的落实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